今天呢我們要來整理一台Toyota Wish 那不論新舊的豐田這些Toyota呢 像新車類來我們店內基本上都做一些影音升級 或是一些配件的改裝 那舊車呢都是來我們店內做一些翻新整理 那基本上呢這些車子啊豐田真的是讓我講到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因為呢我們今年也就去年2022年已經不知道整理幾輛豐田神車了 之所以神呢就是真的開不太會壞哦 而且這超級省油的保養又超級便宜 你看哦在車舉例是05-06年的車 至今呢已經17-18年了 但你看哦17-18年這種年紀如果換到進口歐系車 要嘛就是呢環保材質爛的爛 那不然呢就是電腦電信出一些小問題亮燈等等的 為什麼呢因為以前這時候的車構造簡單單純 好那這台Wish呢這次呢車主一樣 讓他準備了花20萬來做翻新整理 那其實呢這個車主其實都比我們還要會精打細算 這次他就要做保修整理 還有主要著重於內裝的清洗 然後還要加強隔音 還有他的影音設備升級就是安卓機 因為呢以前的車要配對藍牙啊等等的很麻煩 所以呢這次呢換上安卓機就可以提升影音的方便性 只要送給他網路他就可以導航還有接藍牙還有聽YouTube等等的 就跟一個平板電腦概念一模一樣 這次他整理完後這台車呢據車主所說 他是要把車交給小孩開 結果也是所謂的學步車到時候呢再開個三五年 他自己覺得這樣子都划算 因為啊買一台新車回來落地折架 然後呢買一台新車可能小孩又還不太會開 回去碰撞等等的 這些呢也都是一種折損 但是呢這個車它的產值已經很低了 那他把這些耗材大部分的零件全部更新完後 還可以再跑個幾年 整個更新一輪再開個好幾萬公里 甚至十多萬公里都不成問題 現在呢我們就開始為他翻新整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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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